今年是香港六、七左派暴動55周年的紀念 在五年前 當《國安法》還未頒布之前 鄉社會還有一個相當活躍的言論自由的空間 所以公民社會在五年前就這個六、七暴動 是做了很多討論 當然有親左派的言論 也都有非左派的言論 但都是有個言論 五年之後的今天 《國安法》的大刀 是高高懸掛在每一個頭上 這個自由討論的空間 突然間有消息領域 所以在五十周年的時候 當社會有很多討論的時候 到五十五周年的時候 就全部消音 這個是很值得我們去警惕的 這五年來的變化 就是從可以討論到不可以討論 這個就已經反映了香港的自由的失落 那麼好了 你問55年前的事 今天舊事重提 有什麼現實意義呢? 我覺得有三個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個就是說 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移民去外國 就是因為1967年的暴動 從那時候開始 香港經歷了三次大規模的移民潮 第一次當然就是1967年的暴動了 第二次就是跟八九天安門慘案相關的 以及1997年大家面臨主權回歸中國那個恐懼而離開的 第三批就是最近這一兩年來 因為中共鎮壓香港的民主運動 而導致很多人被迫離開 這三次的大規模的移民潮呢 使得現在流散在海外的香港人 據估計是高達270萬人 即是說香港現在人口是750萬左右 即將近三分之一的人 沒有不夠三分之一 大概三分之一的人 佔香港人口三分之一的人 是散居在外國 那他們為什麼會有這個三次大規模的移民潮呢? 其實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逃避中國共產黨 我們知道很多香港人的家庭呢 都有一些很類似的集體回憶 比如說 爺爺那輩子1949年逃出大陸 走來香港尋求一個能夠過上安地日子的地方 那個父母輩在1989年到1997年這段期間呢 逃出香港 到外國尋求能夠遠離共產黨統治的地方 到自己在2019年到2022年這段期間逃出香港 為了免於過著被共產黨間接統治的日子 而且自己也不想自己的子女被迫接受中共那種所謂思想教育 實際上是洗腦的教育 這些都是很多家庭70年來所面對的問題 很多家庭都有這種共同的歷史記憶 所以今天我們重提55年前的舊事 就是要我們好好去思考 為什麼幾十年來共產黨的統治都令到香港人要走 為什麼香港人都要走上一條逃避共產黨的出路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值得大家去反省 第二個現實意義是什麼呢?第二個現實意義就是 1967年暴動之後 香港社會就漸漸發展了一種本土意識 因為以前很多人都想著在香港是一個寄居的地方 遲早會回大陸 即是回到鄉下住 但是經過暴動之後 特別是經過文革 因為香港的暴動是文革的延伸的東西 經歷了香港的暴動 經歷了文革之後 大家看到是回鄉下不是一條出路 反而要在香港 即是扎根 所以香港就由一個所謂借來的地方 借來的時間 就慢慢變成大家在這裡安身立命的地方了 但當大家決定在香港扎根 安頓下來的時候 就漸漸發展起一種本土意識 我覺得《獅子山精神》這首歌呢 就最能夠反映當年裸背的香港人 拼手抵觸在香港掙扎求全的一種意識 這種意識就很重要的 這種意識就是令到大家關心這個地方 希望看到這個地方是有動部的 所以你就發覺就是說這種意識就產生了很多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是什麼呢?公民社會就是民眾自己組織起來 去爭取一些政權所不給的東西 或者政權的施政能力有限 給不了老百姓的一些生活上的必需品 或者這個譬如醫療、教育等等 公民社會就是在本土意識滋生了之後 大家自覺地走在一起 來團結起來爭取一些共同的利益 隨著本土意識的增長 公民社會也發展得很快 所以這兩者就是造成暴動之後這幾十年來 香港這個社會急劇發展 這個經濟蓬勃 社會各方面都有長足之盡 加上這個港英政府在暴動之後 痛定思痛是進行很多社會改革 從而有我們今天香港的範圍和穩定 但是國安法之後很多歷史悠久的公民組織 幾乎是一夜之間被摧毀 有人統計過在2019到2020年 在2020年一年之內 超過60個公民社會組織被迫解散 或者被消滅 這個是香港社會一個很大的挫折 香港社會發展一個很大的挫折 所以我們今天紀念55年前的暴動 對照今天的情況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香港是沉淪的 55年前我們是慢慢印了一個 本土意識的公民社會 55年之後 辛辛苦苦建立的這個公民社會 今天是被打殘的 而促進香港發展的本土意識 就被稱為港獨思想 又是被禁絕的 這種對比是看到很清楚 香港我沉淪的軌跡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將55年前舊事重提的一個現實的原因